學小喇叭 我也會 剛有說 他們那個舞蹈是滔滔邊的 對 是嗎 那我們所有老師學一下好不好 我們普通的腰 分不清是怎麼動 不是抬起來應該是 抬跟岔 對 這樣可以 我們普通的 打開 我不能停 我一停就回不來 好 我們全部人做一次 我們普通的腰 旁邊普通的路人 在普通的腳 我們普通的腰 旁邊普通的路人 在普通的腳 周深虽有歌探勞模之稱 每個月的檔期都排得滿滿的 很多行程呢 都是國內外飛來飛去 參加各類演出 隨著2023年第三季度迎來尾聲 周深在9月的行程依然非常密集 9月份即將迎來下半月 關於他的音樂晚會或綜藝排期 仍讓人讚嘆不已 不愧是時間管理大師 一 9月15號凌晨 周深演唱的優酷賭博劇 都市奇幻劇 一人之下主題曲 《時間之海》 將在全網上限 很多觀眾和歌迷 對這首歌曲期待已久 2日黃昏最后一縷陽光 將黑夜撕開 直到黎明到來 2 騰訊視頻《舞台2023》 將在9月16號晚18點播出第八期 周深作為舞台推薦人 又將呈現一場精彩的互動 剛才有展現那個技能 吹小喇叭 我也會 聽一下 真會 走音了 後面是什麼 剛才好像有 2023湖南旅遊發展大會開幕式 將在9月16號晚20點舉行 周深將現場現唱 開幕式將在湖南衛視和芒果TV播出 2023太湖美音樂會將於9月17號 在CCTV1和CCTV3播出 周深將前線演藝歌曲《太湖美音樂會》 《太湖美之高》 《逆世裡》 啊 啊 出风的楼边的水啊 啊 啊 生枝的手指好 好 好 不知 啊 啊 啊 好 月子 我好 成灰 哎 啊 太不 无悲 啊 五 唐讯视频舞台2023将在9月23号播出第九期 又将看到周深在节目里的精彩表现 六 2023央视中秋晚会将在9月29号晚20点播出 播出平台有CCTV1 CCTV3 CCTV4 和央视频 周深将有精彩的演唱 七 唐讯视频舞台2023将在9月30号晚播出第十期 在竞技越来越强的尾声 周深又将会给大家带来惊喜 八 厂州太湖湾音乐节将在10月1号开启第一场音乐节 周深会在10月1号当天现身演唱多首歌曲 上述时间安排对于周深来说已很常见 很多人对他的工作状态非常惊讶 能够在繁忙之际将所有事情安排得无比妥当 让人不得不佩服 也请大家收藏好这份试听指南 不错过任何邂逅的机会 我感情勇士 一直无不遗失 至少我就这样开心不一阵子 不管他是真的你是假的 谁是目的地 能再以为谁也是种恩赐 不是爱得太快 就是爱得太痴 美丽的错 往最接近真实 尽管昏迷有时梦醒有时不坚持 让人生最大的快乐也那么如是 所谓最深梦思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周深之所以能够吸引如此众多的听众 除了他出色的音乐才华外 还源于他独特的个人魅力 他以清新自然的外表和幽默风趣的性格 赢得了人们的喜爱 周深一直心怀敬畏之心 尊重每一位粉丝和听众的感受 致力于追求完美的音乐和舞台 他对自己要求严格 希望每一首歌都能让听众听得舒服 感受到情感便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认为好音乐不仅在于高超的技术和高音 听起来会长舒一口气 让人觉得好听 更在于能够让人感到轻松愉悦 深刻动人 正因如此周深备受粉丝喜爱 他们深深的被他的音乐所吸引 无法自拔 周深记住名字是种什么体验 来听听综艺导演怎么说 今天如果我欢迎仙男中 我就给你来想一讲娱乐圈的真仙男 第一名我们就提名周深 你咋知道我喜欢他呀 那你看毕竟是朋友 周深老师真的是寂静也有懂得调节现场的气氛 是我做导演以来见到的最有礼貌最可爱的一人 第一次见到周深老师的时候是在一档外的晚会当中 因为我们那天的时候再下小雨 然后时间比较赶完 马上就要录制了 周深老师就在雨中在下午的时候 就把彩排给过掉了 我在空台上的时候就一直在听周深老师的天赖歌声 夸你了周深老师 周深老师我不用你抠一下 你抠了 重点来了我觉得周深老师记得我的朋友们 好巧不巧在第二次我们就又见面了 我不起眼 我当时的岗位真的就和他有了很强的接触 为什么说周深老师是记得我的 因为周深老师在全场cue了我的大名 也因此让所有的公众老师都知道了见国的存在 因为当时已经很晚了 然后我们那一趴在他录完之后是需要cue我上台的 这个时候已经录了五下四五遍了 他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流程 所以在我即将上场的时候 他大声的喊了一声 倩博 当时不知所托 上了台之后周深老师更是拍了拍我 什么 拍了拍我 我觉得周深老师也是冥冥之中知道 我们两个的缘分吧 这个是可以播的吧 周深老师期待我们的第三次合作 我是建博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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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